哈囉,我們乘著風哥龍到處飛行了 呃...這裡... 欸?這個石柱是什麼東西啊? 這裡我有去過嗎? 欸?欸?好像沒有欸 好啦好啦,我們直接從這邊就飛過去好了啦 那個用飛的感覺真爽 用飛的就是開心 它應該...體力...欸體力好像也比較多欸 哇,欸等等,下面好像有東西 我好像看到了什麼神奇的東西在樹林裡 啊不是,我以為是什麼神奇的東西咧 欸?飛過來果然看到不一樣的物種了 雷交馬等等等等等等 這個是...這個是BOSS級的欸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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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級的先不打,我以為這是一般的欸 我只要打一般的就好啦,我只是想先收服 收服一個,沒有想要...沒有想要這麼激烈啊 唉呦,找到一個...傳送點了 解鎖快速傳送點 這一個是什麼東西,這裡有一個...又有一個教堂耶 欸?欸?欸? 嗯...裡面有...有那個雕像耶 什麼...朝風群島的教會 朝風群島? 外面那個是朝風群島嗎? 欸...嗯... 先看一下世界地圖好了 這裡...我的... 它...它是看向哪裡 這裡為什麼...外面...這裡有一個島是不是? 哇哦...嗯...哦... 好啦那個先...先不理它齁,我先下馬 先下鳥,先下龍 然後...開個寶箱 欸我看一下 我的現在... 現在的那個...強化... 強化數量要9個是不是? 獲取9個 進行7個強化嗎?4個 登~~~ 目前需求...呃... 我有變...變比較強嗎? 目前需求11個 嗯...我好像有升一級對不對? 這樣子補獲力應該有加強了吧? 那這樣子強化呢? 那這樣子強化呢? 能這樣強化嗎? 呃...生命上限攻擊...攻擊速度 哦...還可以這樣強化喔? 需求1個 哦...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子加3% 哦...哦... 是這樣子喔? 欸? 嗯...哦... 好哦... 剛強化完,我發現這裡好像有一個... 可以去強化一下 欸... 我飛...我飛... 還是要積極的尋找這些... 這個什麼...呃... 什麼倉鼠... 呃...倉業鼠的... 那個...倉業鼠的雕像對不對? 這個應該叫這個名字吧? 每一次都沒記得 從來沒有記過這些名字喔 撿起來一下... 倉業鼠... 欸...我... 沒想到我還...念對了 哇唷...這邊有... 有更多的金礦欸 而且這裡的地... 好像比較平坦喔 欸... 這裡... 欸...我應該把... 我的據點... 拆除據點... 然後移到這邊來才對 嗯...感覺這裡更好 畢竟這附近沒有傳點 這裡還可以當一個... 終繼站對不對? 欸唷...哎唷... 好像不錯喔... 好...我會省慎的考慮一下 這一塊地好不好 省慎的考慮一下... 騎著我的龍龍 往外海這一塊地 飛過去喔... 不知道... 飛不飛得到欸...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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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遠喔... 啊唷...啊唷... 欸...真的有點遠欸... 我的龍... 已經損失一半的體力了... 你真的飛得到嗎? 還是要用... 滑水龍... 在...這邊滑水... 可能會... 比較... 比較順利對不對? 你真的飛得到嗎? 這是什麼地啊? 為什麼... 離我們外海這麼遠? 欸... 這裡有傳點嗎? 欸欸欸...我沒體力了... 我要墜落海平面了! 喔唷... 喔... 還好他還可以在... 海上... 海面飛喔... 所以不用太緊張... 那我可以加速一下喔... 我在緊張什麼... 好了... 到囉...到囉... 這個感覺就不是... 不是一般的島喔... 感覺像是外星科技喔... 有奇怪的地方喔... 喔唷...這裡好多... 好多骨頭喔... 感覺就很不和來喔... 會不會有... 神奇的... 神奇的帕魯生... 生存在這裡啊... 欸... 嗯... 我有點緊張喔... 應該不會把我秒回去吧... 藍寶石... 手槍設計圖欸... 哇喔... 這個是什麼... 欸... 這可以採嗎... 美麗的花朵... 喔... 原來美麗的花朵是在這裡喔... 喔唷...喔唷... 你是什麼東西... 碧... 碧海龍... 我先不要打你們好了... 我先去找... 找地方... 射傳送點啦... 這... 那個... 飛得超遠過來欸... 沒有傳送點... 再來很麻煩欸... 這裡幾乎都是... 沒看過的... 沒看過的帕魯欸... 我應該早晚要來收服一下的啊... 沒看過的帕魯欸... 欸... 生命吊飾... 欸... 那是不是... 可以帶在身上... 生命吊飾... 痾... 在... 在哪裡... 欸...喔... 它自動幫我吊上去了欸... 喔... 提升生命... 喔唷... 生命值變高了... 欸... 開這些寶箱好像還蠻棒的欸... 那我往上飛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鬼地方啊... 第一進獵區欸... 哇哇哇哇哇哇... 這裡還有那個欸... 什麼... 自衛隊... 步槍兵20級欸... 感覺好強喔... 第一進獵區... 先開... 金屬頭盔設計圖1... 嗯... 它應該不會主動攻擊我吧... 欸... 不知道欸... 我有點怕怕的... 這裡超多進獵區的... 進獵生物... 我飛高一點好了... 前面還有一個寶箱... 我到底是來幹嘛的... 偷開寶箱是不是... 欸...這裡有一隻不同的路欸... 什麼... 四...月...路... 騎... 呃... 應該是念士吧... 感覺跟我那個... 藏在騎的路... 顏色不一樣而已... 色圍路... 欸唷欸唷欸唷... 在這個高高的地方... 居然也有藏一個寶箱欸... 欸唷... 打開來看一下... 仙境... 技術書籍... 恩... 這是什麼東西啊... 拿到這些到底是什麼啊... 仙境蜘蛛... 可以獲得少量的科技點... 哦... 這是什麼... 冰屬性果實... 呃... 這個咧... 可以製作可疑的果汁... 怪異的果汁... 美麗的花朵... 好喔... 這裡... 我剛才繞了一圈... 沒看到什麼傳點欸... 啊唷... 這麼可惜喔... 所以來到這邊到底要幹嘛... 都來開寶箱喔... 啊... 我這麼大老遠飛過來... 就為了拿花朵... 然後開寶箱... 我拿到一個防禦吊飾... 欸... 欸... 都在開寶箱欸... 提升防禦力... 就...就這樣喔... 恩... 還是這裡有洞窟可以打... 欸... 欸... 嗯... 欸... 嗯... 好啦... 沒有的話就... 就... 就算囉... 等到我... 呃... 想的時候再來收服你們喔... 哦... 這裡真的是一些... 比較神奇的... 怕魯會在這裡啦... 就是一些... 嗯... 比較... 強的怕魯... 王極怕魯... 感覺是這樣啦... 那就... 沒事我們就... 飛回去囉... 王極怕魯會在這... 我往這邊... 這邊的角落飛好了啦... 那個... 進獵區... 不曉得在幹嘛... 造型很特別... 感覺很恐怖... 欸... 在晚上的時候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一些... 發光的東西欸... 所以我現在... 我這邊...這一棵樹... 好像還蠻大的齁... 世界之樹... 那個... 先往這邊飛好了... 這裡好像有一個... 什麼... 蒼葉鼠的雕像... 這裡是一個高塔是不是... 嗯... 先往這一棵好了... 往這邊飛喔... 剛剛發亮的是... 這個東西嗎... 欸... 這個是傳送點欸... 欸... 好像不是我要找的東西喔... 這個是傳送點欸... 在海邊的傳送點... 欸... 嗯... 欸... 先解決... 先幫你解鎖喔... 這裡... 這裡是有人嗎... 為什麼這邊有... 螢火... 欸... 有人欸... 我的天啊... 你怎麼在這邊... 海邊... 蛤... 這個... 膝蓋重劍的前僱傭兵... 居然有人拋落在這震撼圈... 這附近什麼都沒有喔... 因為一切都被盜獵集團盜走... 如果你怕乳球的話... 應該... 抓幾隻怕乳... 給自己偷...天... 保鑣... 我已經累了... 沒什麼好留戀了... 他說他把東西給我了欸... 他把怕乳碎片給我了... 喔... 喔... 以前我很難打... 在這個巨大的怕乳弄傷膝蓋... 在這個島上... 只能等死了... 以前我很難打... 這裡的怕乳沒有... 感覺沒有很強啊...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邊... 好像是作為... 一個新人的起始點... 開始的... 畢竟這裡有直接幫你解鎖... 這一個地方和這個地方... 感覺都是作為新人起始點... 欸我發現這個... 睡覺了... 也蠻好收服的欸... 直接丟球就好了... 連打都不想打... 有沒有... 睡覺了也在收服... 畢竟我一開火... 可能... 就死了... 直接開火... 欸... 這裡有一個地方欸... 我過去看一下好了... 直接丟啦... 欸咻... 欸... 中了... 有中就... 抓起來喔... 沒中就算了... 現在好隨便喔... 神秘領域... 這個是什麼地方... 進入地下城... 32級欸... 那...不要了... 喔... 這個32級的是... 密斯提亞欸... 感覺... 好像很強欸... 有空來... 收服一下好了... 感覺好像很棒... 飛著飛著好像又看到... 不一樣的風景囉... 這個是什麼... 城堡嗎... 裡面是... 什麼神奇的東西嗎... 我個人... 看起來覺得這裡... 蠻神奇的啦... 不一樣的風景... 欸... 黑曜火山... 哇嗚... 這裡... 喔這裡會熱欸... 阿呦... 阿呦... 再燒了... 再燒了... 所以來到這邊要降溫... 要想辦法降溫... 不然會... 高溫... 會受傷是不是... 那我先下去... 我先回去好了... 我不要在這邊逛了... 這裡感覺好像... 還不適合我來... 畢竟感覺沒有很歡迎我... 我趕快... 離開這裡好了... 呃... 我已經... 飛過來了欸... 感覺好像有點... 不太適合來了... 先回家好了... 回到家裡... 我看一下... 我能... 學習... 什麼... 呃... 讓我的... 防禦率更高一點... 好像只有... 只有護盾了對不對... 護盾16級... 我現在25級... 那...更高級的要28級... 才可以再學... 欸... 嗯... 好啦... 我先學啦... 長期都沒使用護盾的我... 來學習一下... 護盾... 護盾... 呃... 帕魯礦... 差一點點... 好... 我來... 護盾製作完成... 高級護盾... 這樣子... 我看一下喔... 護盾... 護盾260... 欸... 以帕魯科技打造的神奇護盾... 只要一段時間沒受到攻擊... 就能自我修復... 喔... 有所提升耶... 那...我的... 這一個配方... 頭盔配方... 有沒有比較強啊... 等一下我... 那個... 說明書已經塞到裡面去了... 要製作需要... 又要四個... 古代文明部件耶... 啊... 我剛剛做護盾的時候... 已經用掉五個了... 太可惜了喔... 好了有比較強的防禦率之後... 我決定... 再回到這個島上... 對...這裡... 這裡有一些... 我沒收服過的嘛... 我想去這邊稍微收服一下... 應該有機會吧... 呃... 從這邊過去... 感覺好像都差不多遠了... 感覺好像都差不多遠... 那我們就... 直接飛過去了啦... 現在... 這麼猖狂了有沒有... 走... 直接飛過去了... 我們飛回到... 傳說中的... 禁獵區... 然後來... 狩獵了... 這個會不會... 嘖... 感覺一定會被其他人... 其他人打的啊... 禁獵區在狩獵有沒有... 換這一隻啦... 好不好... 呃... 什麼... 指電一閃... 嘿... 指電一閃... 上... 正在犯罪中... 喔喔喔喔... 他會說我在犯罪喔... 喔唷... 喔唷... 所以會被... 追擊嗎... 嘿... 正在犯罪中... 犯罪也要收服嗎... 正在犯罪中... 超好笑的啦... 欸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收回我的帕魯... 我正在犯罪耶... 啊唷... 喔唷... 先收服一隻再說好了... 禁獵區也要收服有沒有... 喔唷... 欸... 這一顆球真的有點爛耶... 嘖... 這個... 犯罪... 好像有點... 欸... 喔唷... 這個... 換一顆... 可是我這一顆球也沒有... 很多啊... 只有五顆了... 欸... 有中嗎... 有中了... 噔噔噔噔噔... 哇... 我在犯罪... 繼續犯罪喔... 指電一閃... 蛤啊... 他是會... 衝過去... 喔唷... 有耶... 直接衝過去了... 哇... 哇... 我繼續我的犯罪喔... 繼續盜獵... 繼續犯罪... 欸... 欸... 這個... 碧海龍... 感覺... 可以收... 欸... 有點痛... 有點痛... 43% 應該可以吧... 欸... 欸... 中了... 太棒了... 噔噔噔噔噔... 喔耶... 犯罪也沒再怕的啦... 再看看哪裡還有可以犯罪的帕魯喔... 喔唷... 喔唷... 不是不是...啊... 我按錯了... 我要切換... 我浪費一顆球了... 等一下可能... 嘖... 打不贏了對不對... 這一個不是我要的... 我想要抓一些沒抓過的... 這一個剛剛抓過了... 欸... 這一次回來... 就只有... 看到這兩隻生物耶... 不然就是... 契契丸... 碧海龍... 這個剛剛已經收服過了... 哇... 沒有其他的喔... 我原...原本以為會有耶... 啊...自衛隊步兵了... 恩... 好啦... 不然抓了這兩隻走人了啦... 不要跟他們正面衝突喔... 這邊秋風就直接往這個... 很大棵這個樹嘛... 這應該是世界樹吧... 往這邊飛過去看一下好了... 這裡... 這裡有一棵世界樹... 世界樹到底在哪裡啊... 這裡... 我有來過啊... 那時候怎麼沒看到什麼樹啊... 還是... 樹很遠... 因為樹很大顆... 所以感覺... 好像很近... 其實飛過去之後... 還沒有到... 欸... 不咧... 很有可能喔... 欸我看到其他更吸引我的啦...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有一個東西超吸引我的喔... 先過去一下... 這棵樹... 真的很遠耶... 沒有想像中的近... 好了... 撿起... 雕像... 太棒了... 那我們就... 繼續飛了喔... 欸咻...欸咻... 喔這裡還有一個耶... 哇... 喔這裡又有一個... 世界樹... 離我... 欸很遠耶... 它在這個... 山的後面耶... 感覺到要去雪山了... 欸... 又看到兩個了啦...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還有這裡一個... 哇...欸... 雕像很多耶... 晚上的時候... 特別容易發現... 因為它在發亮... 我們去... 滿大街的... 滿大街的把這些東西挖出來好了... 趁著它發亮... 來了我撿... 又撿到一個了... 接下來... 下一個發亮的在哪裡... 在這裡... 這裡有發亮... 然後這裡也有... 喔這裡也有... 哇哇哇...欸... 真的很多耶... 現在我完全沒有在看... 地上有什麼東西了喔... 哈哈哈... 就直接直挺挺的... 就這樣衝過來... 欸怎樣... 這顆是什麼... 神樹嗎... 欸... 上面有長一些果實... 是不是... 嗯... 來啊來啊... 都來了... 都來了... 就順便拔好不好... 神樹上面長果實... 欸唷... 蜂刃... 那這顆是什麼... 鬼火... 還有一個是... 龍之波動... 哇... 好... 那就... 欸... 技能果實... 翠綠... 溪谷... 這裡還有一些雕像... 還沒拿到的... 我們今天就是... 晚上出門... 順便拿這些雕像... 感覺超爽的... 這裡還有一顆... 那裡還有一個那個... 傳送門... 欸... 這個... 自從... 換了這個... 封割龍之後... 欸... 那個... 大範圍的探索耶... 感覺移動速度... 比以前更快了... 快速解鎖... 我剛剛好像看到地圖... 欸... 這裡這裡這裡... 這個... 毛老爹... 我們去抓一下這一隻好了... 這一隻是不是... 應該也不難抓了吧... 毛老爹... 毛老爹... 找到毛老爹了... 痾... 我應該可以... 直接下來... 然後... 痾... 欸... 這裡還有一個雕像耶... 先把這個雕像拿到手之後... 再去打我們的... 毛老爹齁... 我這次... 想要收服... 我上一次有收服毛老爹嗎... 上一次看到好像也沒有... 沒有什麼收服對不對... 欸... 那我先把下面的這些... 小矛頭先收服好了... 小矛頭們... 欸咻... 啊呦... 會不會都死光了... 欸... 欸... 你不要... 別... 啊... 小矛頭都被打掉了啦... 小矛頭都被打掉了... 瘋哥龍刷刷刷刷... 把他們都刷掉了... 先回來好了啦... 我直接抓了啦... 欸... 2%... 欸... 喔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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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老爹... 你要保重啦... 欸... 回收... 回收... 他快死了... 毛老爹... 你要保重啦... 有中了吧... 欸... 中了... 首次討伐成功... 所以... 那個...欸... 古代文明部件七個欸... 所以是... 呃... 帕魯圖鑑... 所以是那個... 小隻的我有收服過... 大隻的還沒... 呃... 毛老爹... 在...在哪裡... 喔這裡... 毛... 毛... 善兒... 是不是... 他在隊伍中... 毛老爹屬性會提升... 然後... 毛老爹... 可以騎他背上移動... 屬... 那個... 隊伍中... 是什麼... 小額越多... 毛額越多... 越強... 喔... 感覺就是... 有抓就好了東西... 小額越多...